2025年4月9日 一位摄影爱好者在无意当中 拍到了日本海上自卫队 实验舰飞鸟号上 安装了一台全新的电磁炮 在对日本军迷摄影技术 大家赞赏的同时 霍利军更感慨的是 甚至是连财大气粗的美军 都放弃了电磁炮 转而研究其他定向能武器 而日本不但没有放弃 但近几年还取得了不错的进展 那么日本的科技实力 难道已经超过美国了吗 还是说只是日本技师 深受二次元影响 即使是不计成本 也要凑出来动画游戏里的 酷炫神器电磁炮呢 今天我们就趁着这个机会 来聊一聊电磁炮的那些事 首先火力军得问大家 一个有点奇怪的问题 都说力大专飞 那如果把一只无敌的猪 加速到每秒2500米 那它有没有可能一下就击沉航母呢 大家不用急着回答 因为这和我们接下来要介绍的电磁炮 本质上就是同一回事 对电磁炮更严谨一点的称呼 叫做电磁轨道炮 从这个名字我们就可以看出 电磁炮最大特点就是它的炮身 不是一根中空的管子 而是两条平行的导轨 我们常见的火器 不论是火炮还是步枪 驱动弹丸发射出去的力 都是来自于密闭空间内的高压气体 而电磁炮只有两根空空的导轨 四处漏风 怎么能把炮弹加速到每秒上千米呢 这就叫不学数理化 生活处处是魔法呀 电磁炮虽然打起来也是声势浩大 声光烟一个不少 但它的驱动力的来源是电磁场 而不是燃气膨胀做工 咱牛顿爵爷说了 有力就会有加速度 有加速度就会有速度 而正所谓天下武功 唯快不破 电磁炮的一大特色 就是炮弹的出速度非常快 一般来说 可以轻轻松松达到每秒两千米 甚至是三千米以上 当然了 常开坦克的朋友 这时候就会说了 火力军火力军 我家包上的一百二十毫米滑烫炮 发射出速也能达到每秒一千七百米 比电磁炮也慢不了多少呀 实际上 电磁炮和普通火炮的区别 就和学霸和学炸的区别差不多 学霸考一百分 是因为卷面只有一百分 而学扎考九十五分 是因为它的能力只有九十五分 而这就得从电磁炮的工作原理说起了 传统火炮的炮弹速度 和高压气体的膨胀速度密切相关 气体的膨胀是一个热力学过程 受到温度压力等指标的限制 这就意味着气体的膨胀速度 不可能超过绝热膨胀下分子运动的最快速度 这就导致了大部分火炮的出速 通常在每秒一千五百米上下 如果想要再提升速度 就只能考虑刺口径这种玩弄动量守恒的奇迹银桥了 但到了电磁炮这边 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 由于推动戒指是看不见摸不着的电磁场 电磁力可以无视气体膨胀的过程 持续为弹丸提供加速 理论上来说 只要加速用的轨道够长 能量给的够多 电磁炮炮弹的速度只受到相对论的限制 2010年 BAE向美国海军提供了一款紧凑型电磁炮 它可以将3.2公斤重的炮弹 加速到每秒3390米 算下来炮口动能高达18兆焦 而豹2A6上的主力穿甲弹 TM63出速仅有1720米每秒 炮口动能也只有不到8兆焦 虽然由于很多方面都有不同 不好直接比较它们的穿甲能力 但起码我们可以据此确定这样三个方面 第一是射程更远 第二是精度更高 第三则是破坏力更强 首先更高的炮口速度 一定可以带来更远的射程 而弹丸飞行时间缩短 受风片和地球引力影响也会减效 弹道会更加平直 这对于打击时间敏感型的目标 非常的有用 尤其是防空战的时候 更是非常有价值的 至于说破坏力 那这更是电磁炮的详象了 首先仅凭巨大的动能 电磁炮的高速弹丸 就足以对目标造成巨大的破坏 而且最狠的是 由于电磁炮发射的算是全口精弹 理论上来说 它是可以塞进去一些装药的 因此它对于厚重装甲 混凝土工事 乃至于空中单位 都有着良好的杀伤效果 真正做到穿甲爆破燃烧 瞬间完成 而这一点是细细的 尾翼稳定脱壳穿甲弹 完全做不到的 现在我们知道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一直挂着无敌光环的猪 重达300公斤 用电磁炮加速到每秒3000米之后 携带的动能高达1350M2 是完全有可能击穿航母夹半 瘫痪其功能的 好了 玩笑结束 我们接着看电磁炮的其他优势 由于电磁炮在发射时 不使用传统的火炸药作为推进机 这不但大大降低了 受机之后 炮塔和载具分头行动的危险 而且因为不需要装填 发射药和药桶 从而获得了更大的弹药携带量 在同等空间之下 可以携带更多的弹药 这就提升了载具的持续作战能力 举例来说 德法研制的阿斯卡伦140毫米坦克炮 虽然口径的提升仅有20%不到 但坦克上能携带的弹药术 却缩水了接近一半 而这主要是药桶的体积增加所导致的 最后 电磁炮还有一个优点 那就是具有更好的隐蔽性 相较于传统火炮来说 电磁炮的炮口焰和烟雾都要小很多 发射特征相对较小 因此更难被中远距离的 传统反炮兵传感器侦测到 但是问题也来了 既然相对于传统火炮 电磁炮有那么多的优势 那世界各国为什么对电磁炮兴趣不大呢 这就得说到电磁炮的几大缺陷了 阻碍电磁炮研发的 有这样几个关键的技术问题 我们来一个一个说 首先是电力需求 电磁炮的所有动力 完全依赖于外部提供的巨大电力 而且不仅仅是推动炮弹 需要巨大的电流 构建并维持一个足够强大的磁场 也是一个非常耗能的事情 我们套用一个最简单的模型 来估算一下这个系统的各项参数 首先根据安倍力定律 作用在弹丸上的力等于磁场强度 通过弹丸的电流大小和弹丸宽度的乘积 因此我们很容易根据做工的定义 得到弹丸在加速过程中获得的能量 有了能量 弹丸速度就可以直接根据动能公式得出 结合一下 我们就可以得出这样一个式子 对于特定的一门电磁炮来说 其中弹丸的宽度 炮管长度和弹丸质量都是常数 因此最终公式是这样的 其中C是长细数 B是磁场强度 I是电流 由于目前最强大的人造磁体 也就是45特斯拉左右 而比较常见的质朴仪或者核磁共振系统 产生的磁场强度大概在10T左右 可以说电磁炮的速度 几乎完全就由电流的大小决定 根据国防研究与发展组织的一份报告 他们实验的电磁炮原型机 峰值电流在150万安倍 而一次闪电的电流 也不过小几万安倍 也就是说电磁炮开一炮 等于人工制造上百道闪电 同时劈在炮弹之上 正因如此 电磁炮在发射时 需要顺时注入极其巨大的电能 而如何在有限的平台上产生 或储存如此巨大的能量 这就需要功率密度极高的发电机 或能量储存装置了 目前最常用的储能方式 是电容器储能 它的好处是电流大 没有活动部件可靠性高 但缺点就是体积庞大 重量惊人 且需要充电时间 限制了持续射速 此外 如何高效安全的 将储存的能量 在极端的时间内传输到发射轨道上 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课题 如果处理不好 效率不高 还在其次 整个电磁炮 都有可能变成一个大号热的块 直接融毁掉 总之 由于极端的电磁力 和高温的存在 电磁炮的倒轨磨损速度 非常的快 目前世界各国主流 坦克炮的炮管寿命 通常在500发这个数量级 剑炮的炮管寿命 则在数千发上下 而目前世界各国研发的电磁炮 很少有炮管寿命 超过120发的 目前来看 轨道寿命是电磁炮 实用化的最大障碍之一 频繁更换轨道 不仅成本高昂 也大大降低了武器的 战备完好率和作战效率 轨道的不均匀烧食 还会影响发射精度 当然了 这我们也不能怪 工程技术人员不给力 地球上哪有什么物质 能够在几毫秒的时间里 承受数百次闪电 毫发无损的 第三 那就是弹体结构的问题了 现代炮弹要讲究 一个弹体的多功能性 装药和隐心 自然是必不可扫地 这就意味着 需要开发中 能够承受高加速度 高温和强电磁场 这样恶劣发射环境的炮弹组件 而以现在的材料学来说 显然是没什么希望的 更要命的是 这些技术问题往往是相互关联的 无法单独做一个子系统来公关 例如更高的功率 会导致更严重的炮管磨损 为了降低炮管的磨损和变形 就要引入强大的冷却能力 这就会进一步影响 整个系统的设计和电力需求 在有限的资源和科技水平下 解决一个问题 往往是以妥协另一个问题为代价的 那么让我们回到最开始的新闻中来 电磁炮登上实验节 难道说日本已经取得了技术突破吗 由于现阶段的科技水平 只有船舶这样的平台 才能够提供电磁炮所需的庞大电力 因此一般来说 往往是海军对电磁炮的兴趣比较浓厚 美国海军就曾花费十几年的时间 进行电磁炮的研发 海军当时寻此 一发制导电磁炮炮弹 研发成本也就2.5万美元 就算翻三倍 这个价格仍然算是可以接受的 2006年10月 美国海军水面作战中心 达尔格伦分部 展示了一种可发射3.2公斤弹头的电磁炮 原型机炮弹能量8兆焦 预计时装到军舰上的版本 将达到史无前例的64兆焦 炮弹重10公斤 发射速度高达7马赫 射程超过了160公里 根据美国海军的设想 电磁炮将成为海军舰队分层火力的一部分 其中激光将提供近距离防御 电磁炮提供中程攻防 巡航导弹提供远程攻击 当然了大家肯定会好奇 如此强大的一门炮 到底要装在哪艘船上呢 当然是宇宙第一超无敌星际战舰 朱姆沃尔特上了 将电磁炮炮弹发射到100公里以外 至少需要25兆瓦的电力储备 除了朱姆沃尔特 也没有别的船 能够为保电磁炮 所需的巨大电力了 此外 美国海军在计划中 把电磁炮当成朱姆沃尔特的标配 其实还有现实原因 根据2016年的报告 朱姆沃尔特上平均每一发炮弹的成本 已经达到了惊人的80到100万美元 考虑到朱姆沃尔特上的火炮系统 使用的是所谓的多发同时弹着射击 这就意味着它每一次开火 就要花800到1000万美元 电磁炮跟它一比 都算是勤俭持家的了 当然了 后来的故事大家也都知道了 随着朱姆沃尔特项目的破产 美国海军对电磁炮的兴趣迅速下滑 鸡头没有了 你还要鸡窝干嘛 2021年 美国海军悄悄停止了电磁炮项目 至今似乎也没有重启的打算 而日本这边对电磁炮的研发始于2015年 当时日本防卫省受到美国海军的蛊惑 开始在日本国内外调查电磁炮相关技术 同时使用16毫米口径的小口径电磁炮 进行基础研究 一年后 日本政府发现自己搞不定 需要跟美国进行技术合作 当然了 这也不能怪美国人偏日本经费 毕竟那可是超级炫酷的电磁炮 喜欢大机器人和各种科幻作品的日本人 对这个可以说是一点抵抗力都没有 根据2023年日本防卫省的报告 2016年到2022年 日本对电磁炮的实际应用 进行了深入研究 目标是提高电磁炮的射弹出速 并改善导轨的耐用性 后来公布的实验结果显示 该门电磁炮在120发重复射击中 出速稳定在每秒2000米以上 炮弹对导轨的损伤也降低了 整门电磁炮口径40毫米 全长6米 不含充电系统的话 炮身全种为8吨 发射中300克 40毫米口径的穿甲弹头 2023年10月17日 日本装备技术与后勤局 在其官方X账号上宣布 他们完成了世界首次电磁炮 箭载射击实验 海上自卫队随后在一份新闻稿中暗示 我们一开始提到的飞鸟号参与了此次 箭载射击实验 从目前来看 电磁炮的技术仍然不算成熟 如果没有材料学的突破 例如高温超导体的进步和大规模应用 我们很难在有生之年 看到电磁炮的实战应用 等一下 电磁炮好像已经有实际应用了 但我们很难把它称之为炮 从原理上来说 航母上的电磁弹射和电磁炮 其实是完全相同的东西 这也说明在未来 电磁炮虽然不太可能出现 但类似的磁轨发射技术 却完全有可能出现在航空航天领域 大家都知道 传统的火箭发射 依赖于高能化学燃料 燃料点火释放出巨大的能量 将火箭推向太空 经过上百年的发展 这种方式可以说是成熟可靠 但问题是 航天所需的高能燃料 不但价格昂贵 对环境影响大 而且毅然一爆炸 无法实现高频次的发射 而电磁发射技术 就可以绕过这些限制 或者说在一定程度上 减少火箭燃料的损耗 通过地面的超导磁旋浮轨道 可以先将火箭加速到超音速在点火 可将有效载荷提升至 传统化学燃料火箭的两倍以上 同时发射成本降低60%到70% 靠着可回收火箭技术 马斯克的SPECX 把每千克载荷成本 压到了2000到3000美元 而电磁弹射技术一旦成熟 成本有望降到500美元以下 当然了 目前这个阶段 电磁弹射火箭的技术 仍然有一些问题需要解决 首先是加速过程中 火箭的承受能力 虽然火箭的结构 是可以承受高超音速飞行的 但用火箭助推器发射的 它的加速过程是比较线性的 加速度相对较小 这样给到火箭结构的压力 就不会太大 而如果使用电磁轨道发射 那由于轨道的长度比较有限 高速发射会给火箭的结构 带来极大压力 如何确保火箭 在离开发射台前不会解体 这就是工程技术人员 要头疼的问题了 此外 现在的火箭往往是用来 发射卫星的 里面都是精密仪器 而实现电磁弹射 所需要的巨大磁场变化 对它们的影响尚未可知 总的来说 相较于传统的垂直发射 电磁弹射技术 可显著缩短发射准备周期 实现高频次低成本的发射 不但能够允许快速 大规模部署卫星 在未来出现近地航班 甚至是构建太空殖民地 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可惜的是 这些画面有可能 我们有生之年都看不到了 而且未来即使实现 也有可能和我们现在的设想 大相径庭 大家记得 写海底两万里的科幻作家 汝勒·巴尔纳吗 他还写了另一本书 叫做《从地球到月球》 讲述了美国内战后 一群武器爱好者 组成的巴尔迪摩枪炮俱乐部 建造了一门巨大的太空大炮 把三个人射到了月球上去 他的这个讲法 比火箭技术大规模应用早了数十年 比阿姆斯特朗登上月球 早了一百年 因此 要想像科幻作品那样 用电磁炮把人类发送到宇宙中去 恐怕还有数十 甚至上百年的时间 一百年的时间 院子 务力量 盐 封悦